2019台北海硕网球公开赛进行最后一天的决赛 台湾女双李亚轩跟吴芳贤虽然先输掉第一盘 但后来居上先追平之后决胜第三盘是以10比7胜出 把女双冠军留在台湾 李亚轩和吴芳贤以非种子身份四项赛打败头号种子 冠军赛继续对上第二种子 来自欧洲组合蒙特内哥罗格维尼奇以及斯洛维尼亚加可波维茨 第一盘一开始台湾女双一度4比2领先 但对手越打越好追着上来 第八局台湾女双惊险连就三个破发点 可惜欧洲女双最后还是破发成功4比4平手 之后台湾打档连丢两局4比6输掉第一盘 第二盘一开始李亚轩和吴芳贤又是势如破竹 很快取得4比0大幅领先 没想到又是先胜后衰 吴芳贤发生多次失误被追了上来 台湾女双5比4领先30比30的关键时刻 学姐李亚轩跳出来 强劲又刁钻的抽球得分 靠着李亚轩在底线的威力连拿2分 6比4扳回一城 双方进入抢时大战 比输一人咬很紧 吴芳贤将功折罪 再往前适时发威 6比5领先 吴芳贤在前排表现出色 李亚轩则在底线稳住正脚 虽然被追到7比7平手 但接下来连得3分 李亚轩强力抽球结束比赛 最终10比7拿下决胜盘 把女双冠军留在台湾 吴芳贤压力全释放出来喜极而泣 最感谢学姐找她 至于女单决赛 2014年冠军黑色球的 俄罗斯好手蒂亚琴科 对上2015年冠军 匈牙利的巴波斯 开始能夺下第二座冠军 可惜巴波斯受到伤势 影响无法正常发挥 学姐蒂亚琴科 以6比3 6比2 指洛尔情怂击败学妹 可会4年再度抱回海说女单冠军 巴波斯则是终止在台湾比赛 14连胜的不败记录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